2018年7月17日,杜兰特当初加盟勇士队可谓是轰动一时,球迷们一致认为是勇士队打败了杜兰特,才导致杜兰特加盟勇士队的。 当然按照比赛的输赢来看,事实也的确如此,但是杜兰特真的是被勇士队打败的,显然不是,毕竟勇士队勇士队还没有球员可以和杜兰特对位时取得优势,甚至杜兰特可以轻松玩爆当时勇士队的任何球员,杜兰特号称是现役联盟当中最难防守的球员,并且没有哪个球员可以真正意义上线制住杜兰特。 说杜兰特这样的球员是被勇士队打败的,可能谁都不会相信,毕竟杜兰特的实力摆在那了,而勇士队但现在为止,也没有球员能够抗衡杜兰特。 总决赛的MVP其实就是对杜兰特最好的证明,那么既然是这样,杜兰特加盟勇士队,就不是因为被击败才加盟勇士队的了,仔细想想也是,当时除了勇士王朝,还真的没有其他球队适合杜兰特。 也就是说,无论是谁去选择,加盟勇士队是最正确的,毕竟都希望加入到一支强队,要不然,为何都在进行补强呢? 就连雷霆队也毫无例外地在补强组建四巨头,威少在雷霆队的数据可谓非常全面,篮板助攻一级得分,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一个问题,那就是雷霆队的中锋和分位都去哪了? 亚当斯为何不积极抢篮板?乔治和安东尼为何成为板上?相信看过比赛的人都是知道怎么回事的,不用说什么队友,不给力的理由,就是乔战也不是每一次投篮,都可以保证命中。 所以,真正打败了杜兰特的不是勇士队,其实是杜兰特的队友威少,在雷霆队至关重要的时刻,威少完全无视杜兰特的存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误,完了还要问杜兰特,我还能为你做出什么改变,才能让你留下了,然而一到比赛当中就脑子发热胡乱进攻,反正有杜兰特来为自己收拾残局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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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